驚喜唐可敬DMEP邀名貢賞 媽媽好神之俗女家務室 其實深蹲這件事情 我也是在懷孕的時候 都沒有妥協的原因 是因為潘老師跟我說 潘老師就說 因為我們自癌腸 我那時候還記得我遇到老師 她說怎麼樣 懷孕幾個月 我就說三四個月 然後我就說 你真的沒有放過任何學生 他說只要其實胎兒穩定 對 多訓練就是像深蹲 對我們的大腿肌 還有骨盆腔的肌肉 其實是可以幫助生產的 確定 三個月 就我搬到那些 只要是懷孕的媽媽 我就跟她說三四個月之後 你再來 對 一切都穩當 不過還是要有老師 專業的指導 當然 那這個是要特別小心 其實你看他們 這個兩個身材都好 它真的不是沒有原因的 那我馬不是一天造成的 我不要說是他們 連我自己行腸 平常都會無時無刻 我可能在地形地物利用 我就會馬上做一個 簡單的動作 可是一般人會笑我們說 你看這個最過動的 這個人又怎麼樣 你千萬不要擔心 別人怎麼看 對 你做好你自己 今天為時就像現在這樣 連站著都是可以用力的 因為像我 我也是運動到生的前一天 都還在健身房 因為我覺得拉筋真的會 大家都很拚 所以你真的有比較好生嗎 很好生 因為很多人都一直說 很多女生這邊很緊 對 如果你這邊很緊的話 其實你是沒有辦法 好好生小孩的 可是大家有想要知道 怎麼樣好好生嗎 要 因為你看我可以做這個動作 對 而且如果你內身的時候 你可以這樣 你說快生的時候 快 真的 這個是幫助順產的動作 對 很多人腳跟不能夠 著地 對 沒有辦法著地 對 然後千萬 千萬不要覺得說 我又沒有要生 我幹嘛這邊鬆 對 因為你這邊很緊 你腰會痛 反而放鬆 你的腰才不會痛 對 然後我以前就是一直著重在 很多肌力的訓練 就覺得要練肌肉 然後要瘦 但是就不去做舒緩 然後也不去伸展 其實不伸展的話 你很容易全身腰痠背後 沒錯 所以越柔軟是越好 那潘老師剛看那個 一帆還有可彤 他們這個動作是OK的嗎 非常OK 小葛跟一帆 他們做一些抬腿的動作 其實不讓自己的 這個髖骨受傷 或是你的臀大肌變得 稍微正確一點 叫你最安全的方式 趴在地上 手撐在那邊 兩個要不要笑 要聽好不好 好 對 都這樣子 就像那個墊子 你要趴在地上 然後就是把你的後腿 抬高就好 對啊 所以很多人是這樣 他是這樣 他是這樣抬 可是你知道你當有抬 有時候會偏 有時候會彎 所以你 讓你趴在地上 你的兩邊的這個髖骨 你就不會 你沒有辦法動了 所以我 像譬如說我現在是趴在地上 我的腿就直接抬就好了 那就是你的臀大肌 對 你叫你的老公 或是自己去試試看 平躺的時候 你屁股是鬆的 當你把腿抬起來的時候 屁股肌肉是硬的 對 那也表示你用到 那個地方的力量 這樣會更好 不會受傷 好 那其實剛剛 大家都講了自己很多 都穿得很厲害 你看艾琳其實也是 一直都保持得很好 都被我們練過 真的 我們都是要花 很多的時間 因為其實運動 真的很重要 我每天早上送完小孩 像剛才錄影之前 我就是在運動 對 那就是健身房 我會用快走 因為其實我們已經 到了一個年齡 你不能像年輕的時候 跑步 很傷膝蓋 然後你的韌帶 也會磨損 所以我就用快走 但是我用跑步的速度 大概七點六 所以用 七點六還可以走 快走 對 我會走一個鐘頭 進走超累 對 這個進走的方式 然後就是讓你的心肺 非常的好 然後也會做仰臥起坐 然後也會做這所謂的 plaint 這些動作都是激勵的訓練 所以這個就花大概九十分鐘 那另外我覺得要有效率 那晚上的時候 弄完小孩 弄完自己的工作之後 我會泡澡 因為泡澡其實非常的棒 太棒了 這個我最會 血液循環 對 最會 你的意思是說除了動作以外 你每天花最多時間 就是在泡澡 就是泡澡 因為泡澡當中 我覺得是讓女生的 這個血液循環動起來之外 而且你可以放一些精油 然後今天需要什麼樣的心情 就可以在裡頭 這時候可以倒一杯紅酒嗎 沒有 好像泡湯的地方 有規定是不能喝紅酒 因為你循環更快 你可能就會這個 震倒在裡面 一個人泡還是兩個人泡 我一個人泡 這個時候 對 也不要有老公打擾 也不要小孩打擾 他們都去睡覺 然後我自己泡我的澡 享受一個人 然後這個時候 你可以把臉洗乾淨 然後拿一塊面膜 因為剛好有這水蒸氣 我覺得就是讓整體的這個保養 就在這二十分鐘裡頭 好好的保養 好好的放鬆 好好的保養 所以Daniel老師這邊也要針對 就是說我們不同的年齡 是不是要注意的 這些要保養的重點是不一樣的 像現在因為已經到冬天了嘛 所以幾乎容易乾燥 那分年齡最主要要潤燥之外 還要讓我們瞑目 那尤其是二十五歲的小姐們 你知道嗎 其實眼周最容易出現細紋 那現在在換季的時候 容易敏感 容易乾癢 所以眼周的保養就非常重要 那做眼周的按摩 怎麼按摩呢 其實我會推薦使用這一種 虎眼石來做按摩 徵環石 因為有很多玉石嘛 有很多不同的玉石 粉紅色的啦 綠色 我會推薦虎眼 因為虎眼有進化的效果 所以它可以幫助我們眼周 做一個進化 然後促進循環 那接下來三十幾歲要注意什麼 要注意頸部 頸部就開始出現了 我這裡要推薦給大家一個 馬丹娜御用的按摩神器 什麼啊 它這個跟一般的 按摩滾輪不太一樣 它是用碳元素做的按摩滾輪 碳元素 碳元素做的按摩滾輪 所以它要遠紅外線 直接做這個拉提的動作 其實只要二十下 臉就會歪了 就是輪廓線 沒錯 輪廓線 那你不是要保養膜嗎 然後帶到我們頸部 帶領巴 帶到領巴 到肩頸部 感覺很舒服 肩膀還要好 而且它的弧度非常好 找到試試看 真的很舒服耶 所以它跟我們平常的那些 有腳切面的那種拉力 不太一樣 它是軟軟的 它不是耶 腳切面我覺得拉扯力很大 可是這一個我覺得 它是很順地把它推上去 有刻度會比較舒服一些 它在關滑一點 它比較不會那個 好 那在大家外在 就是強力按摩的時候 剛剛講到三十 四十講了嗎 四十還沒講 四十其實要看的 就不是再往下看囉 要往上看 我們頭髮的濃密度 髮量的多寬就是重點 對 所以我每天要做的按摩 那就一樣囉 老師 妳的頭髮好茂密喔 真的嗎 妳那個是 妳喜歡嗎 好重要喔 頭髮 頭髮 頭髮就是一個人的 第二張臉 真的很重要 妹妹 被我騙很久對不對 真的耶 我以為那是妳的頭髮 我還想說妳今天去染髮喔 那個有很多種顏色 很多點 好厲害喔 我還想說妳要護髮 有點乾耶 所以頭髮也要怎麼照顧我 而且頭髮不只是女生 我覺得男生也要耶 真的 對 其實頭皮在做按摩的時候 我會建議用這種 泰赫茲的金屬 來做按摩 因為它也是有遠紅外線 其實只要按摩兩側就可以了 然後順勢地刮過來 好放鬆喔 可以增生我們頭皮的循環之外 平常在外面可以拉拉我們的耳朵 還有耳垂 其實都可以促進我們腦部的 對 其實人體的耳朵是有很多穴道 一般的刮沙板不行 為什麼我今天會特別介紹了 像是虎眼石來做眼周 然後像剛才的鈦元素的滾輪 來做這種排毒拉 加強我們淋巴循環的時候 還有這個泰赫茲 其實針對不同的部位 有不同的效果 像這個泰赫茲 有遠紅外線 可以加強我們的循環之外 還可以刺激我們 自己腦部的這種腦波拉 讓我們按摩的時候 可以更 明目 更清神 好 那我們已經知道 老師剛剛有跟我們分享 一些小道具 可以在不同的年齡的時候 我們有不同區域的加強 對 那飲食上面呢 怡霖 其實我們分年齡層好了 就是從二十五歲 三十五歲到四十五歲 那我個別推薦 就是適合這個年紀的食物 跟漂亮有關 因為二十五歲 其實就是青春無敵 所以稍微有一點點 好游下去 它就非常的漂亮 所以推薦其實 因為現在很多年輕女孩子 也是喜歡減重 所以就可以用一些 因為酪梨 酪梨它除了好油之外 維生素EB群含量都非常高 所以你真的很喜歡 吃一些美式的東西 你可以點什麼酪梨類的 酪梨沙拉啦 或是真的很喜歡吃漢堡 裡面有一點酪梨 把這個奶油拿掉 放酪梨那是非常好的 那到三十五歲的時候 你開始壓力有一點大 因為已經是上班族 可能開始要升一些主管了 你開始坐辦公室的時間久了 膳食纖維非常重要 剛剛老師推薦的那個藝人 其實是非常好的 藝人其實 因為在國外 他們其實是吃燕麥 但台灣的話 藝人第一個膳食纖維膏 然後它都有藝人的成分 可以降血脂 又可以幫助你皮膚漂亮 所以我覺得藝人是非常好 你可以偶爾去吃一碗 那個什麼 藝人綠豆湯 對 藝人食豆湯 這個應該大家就比較可以接受了 所以可以用膳食纖維 那到了四十五歲 年紀越大 要吃的東西就要越多一點來保養了 我覺得蛋黃是非常重要的 蛋黃 對 蛋黃裡面有一個 很特別的營養素 就是B群叫做 因為生物素 你會發現過四十四十五之後 你會發現不只是皮膚的問題 包括頭髮粗糙 指甲開始有沒有 開始裂掉 或是指甲旁邊的死皮很多 這時候生物素 就是我們在講是B群的一種 它可以幫助你頭髮比較亮一點 然後比較不容易 有脫皮的問題 對 那它在哪邊有呢 它就在蛋黃裡面 那那個蛋黃是不是要煮熟的蛋黃 還是不用煮熟 其實要煮熟的 就是如果你過了四十歲以後 我建議蛋要吃熟的 因為如果蛋沒有吃熟 我剛剛提到的那個生物素 它沒有辦法被吸收 對 所以反而我們會鼓勵就是說 就是你可以 你要吃的是熟蛋的部分 那當然有建議的量嗎 建議的話一天大概一到兩顆 如果是你沒有高血脂的話 一天一到兩顆可以這樣 那如果你是血脂過高的 那就一顆全蛋 然後另外你可以吃兩顆蛋白 這樣子也可以 對 但是生物素主要是在蛋黃裡面 蛋黃裡面 然後另外有一些食物 也可以外敷 比如油脂OK 比如說剛剛提到的橄欖油 椰子油是可以用的 那其他就比較不建議 歡迎大家來訂閱我們的 YouTube頻道 解決你所有的家務室 跟上潮流社會室 滿足你想知道的八卦室 還有時尚這檔室 趕快按下訂閱頻道 加上小鈴鐺 俗女家務室 趕快來訂閱